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呢已经是在陕西咸阳了 今天呢是我进组的第四五天吧 前两天呢忙着昏天暗地 要做各种前期的准备 今天呢已经开机了 其实昨天就已经开机了 今天呢我终于逮到一点空闲 来给大家录一期视频 所以呢我也就借今天这个机会 来跟大家聊一聊剧组的生活吧 大家也看到了 我现在呢是在一个很普通的快捷酒店里面 剧组呢给大部分演员提供的都是这样的一个住处 剧组呢是一个等级划分特别鲜明的这么一个团队 但是呢这个也无可厚非 大家呢都是从五湖四海聚集到一起的 如果没有一个等级关系的话 那可能这个剧组的效率就会低很多 可能就会乱套 所以如果你是组里面的男一号或者女一号的话 那你可能享受的待遇会多很多 像我呢并不是男一号 所以呢我享受的可能就是这样的一个条件 但是呢你可能在这个组里面是一个男一号 你可能去了其他组就并不是男一号了 可能就享受不到在这个组的这种待遇 大家应该能明白我说的吧 我从吃住行来给大家聊一聊剧组生活吧 首先是吃 其实关于吃呢每一个剧组都不太一样 我们这个组呢应该是和这个酒店都已经谈好了 我们剧组如果是在我们剧组的所有餐呢都是这个酒店的食堂做的 然后如果我们没有出工在酒店的话 我们就去食堂的餐厅直接吃 大部分的剧组呢如果你是在影视基地的话 其实已经有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产业链了 有专门给去剧组做饭的这个机构 剧组呢会在固定的时间 在大本营就是在驻地会有固定的点来分发这个餐 这个餐呢其实就是便当 就是和饭 可能两婚一宿或者两宿一婚 这个完全不一定看每一个剧组的条件 如果是在现场的话 剧组呢会定时把餐送到现场去 在现场工作的所有人呢也会按时的开饭 就中午啊或者晚上 如果是要大夜的话 就是说拍到晚上很晚 可能要过了凌晨的话 那可能会在12点左右 晚上12点左右会有一个宵夜 关于吃呢可能会因为各个组的不同 或者是因为各个拍摄地的不同 都会有一定的差别 当然关于吃呢也并不是说 组里面的所有人吃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就像男一号女一号像导演组的这些人呢 他们都是有特餐的 特餐呢其实就是和普通餐不一样的 他可能会多几个菜 或者是你自己有什么特殊的要求 大部分剧组呢都是这样的 当然也有一些剧组呢可能是所有人吃的东西都一样 然后呢再说一下住 刚刚我也说了 像我这种小演员并不是男一号女一号 所以呢我可能住的就和大家一样 和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一样 如果你是男一号或者是比较大的咖的话 那可能会住的好一些 有可能会剧组会单独给你安排一个比较好的酒店去住 其实关于住的方面呢也因阻而异 而且要看演员的经纪公司怎么和剧组来谈 这个一般会在确定之前就落实到合同里面呢 比如说我要住什么什么样的条件 我要保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级别 导演呢大部分是和剧组的大部队住在一起的 这可能也是为了工作的方便 然后呢再聊一聊出行 一般剧组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车 有接送演员的 而且有各个部门的道具的灯光的服装的 每一个部门呢都有他们各自的车 像对于演员来说呢 主要是接送演员从驻地到拍摄地 基本上都是GL8这种商务型的车 如果你是特别大的咖 可能剧组会给你单独准备一辆特别好的车 像丰田的阿尔法 而且呢这些也都是他们的经纪公司 跟剧组都已经谈好的 有些剧组呢还要为这些大咖们 在现场准备房车 就是他们休息的时候要在房车里面 当然那些特别大的咖 也有可能会自己带车来 就带自己的保姆车 带自己的房车 作为演员呢平时在出工日的时候 在驻地化完妆 带完妆以后 通告上面会有一个固定的出发时间 然后呢就会有专门的车辆来送我们到现场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剧组的出行了 当然如果你是比较重要的角色 或者是你是比较大的咖的话 剧组呢一般会单独只派一辆车 是专门供你使用的 那辆车别人谁都不接 你无论要去哪里都可以坐哪一辆车 然后呢我再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作为一个演员到了剧组以后 都要做些什么 这个可能每一个人都一样 每一个演员都一样 无论你是多么大的咖 我们到了剧组以后呢 首先要去订妆 就是去订一下你在这个剧里面 饰演这个角色的妆容 你可能会换不同的服装 换不同的造型 每一个都需要去订妆 每一个都需要去拍照的 订完妆以后呢 接下来可能就等待开机了 有的剧组在开机前呢 可能会有一个开机宴 这个开机宴呢 有的组有 有的组没有 它就跟结婚宴席一样 剧组的所有人都到那个酒店里面 然后按你的部门分桌做好 然后吃就行了 吃完开机宴呢 可能马上就要开机了 在开机的当天呢 还要进行祭拜 这个呢 大家应该从新闻上面也看到过吧 我不太清楚 这可能是上面或者是 流传下来的一个传统吧 任何一部戏开机 为了祈求这部戏能拍摄顺利吧 所以呢 都要祭拜一下 无论你是什么信仰 反正都要拜一下了 这是一个传统 不过呢 剧组也确实是一个特别迷信的地方 真的有的时候 演员在拍摄当中出现什么事故 出现什么问题呢 很多呢 都会和迷信挂上钩 这个也是挺有意思的事情 开机办完以后 可能会进行简短的开机仪式 其实当天呢 就已经有通告了 所以当天呢 是要开工的 我们昨天是开机的第一天 今天是第二天 我昨天就已经拍了好几场戏 其实今天呢 也有很多我的戏 只不过我现在在酒店待命 可能随时都会叫我出发 以上呢 就是一般剧组在前期筹备结束以后 进入开机阶段的一个大概流程 但是呢 每个组其实都不太一样 有一些组呢 可能很早就会让演员进组 还要培训很长时间 比如一些武打的戏 或者是一些有特殊技能的戏 演员需要提前进组去培训 还有一些组呢 可能会让演员提前进组 来去体验一下生活 这个体验生活呢 其实就是让演员 真实的去体验一下这个角色 在生活中的样子 这样呢也能让演员 更好的去了解这个角色 去演一好这个角色 可能很多人都觉得演员这个行业是 是特别安逸的 特别惬意的 其实呢 并不是这样 在剧组的生活 其实是特别特别辛苦的 可能拍现代戏还好一些 如果是拍古装戏的话 很多人需要三四点就起床去梳妆 尤其是女孩 她们的化妆时间要非常的长 一般剧组的开工时间呢 都是早上的七八点钟 所以呢 她们化妆的时间就要非常非常的早 而且很有可能晚上收工用 特别特别的晚 每一个剧组基本上都会去开大夜 开大夜的意思就是 拍到凌晨 拍到两三点钟 甚至有的能拍到四五点钟 所以在剧组的生活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规律的 当然整个剧组里面 演员也算是比较轻松的了 因为演员在拍摄完当天的通告任务以后 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但是剧组的其他工作人员呢 必须从一开始就去 忙到最后一场结束 收工回来 她们才是整个剧组最累的 说实话拍戏并不简单 并不像大家在 娱乐新闻里面看到的那样 大家可能在电视上看到的 一分钟的画面 你可能去拍摄的时候 要拍好几个小时 甚至好几天的时间 就像这两天 有一个我们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 去帮我们客串了一个角色 她最初呢 是觉得好玩才去参与的 但是后来觉得 这个活真的太累了 因为就一个很简单的一场戏 你可能要做无数遍 因为镜头要切 可能要正面拍一遍 侧面拍一遍 全景拍一遍 特写拍一遍 这是她完全没想到的 其实演戏这个事呢 有的时候并不是 仅仅考验你的演技 真的还要考验你的体力的 一个镜头拍好几个小时 甚至好几天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尤其是那种电影的剧组 他们对于每一个镜头 都抓得非常的严格 所以每一个镜头 要拍很多很多次 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这个小哥呢 有一次在拍到一个大夜 其实也没有多晚 大概也就12点多的样子 他在拍完以后跟我说 他以后再也不会来客串演戏了 其实在剧组工作 如果你没有切实的 来到这个环境里 你是没有办法想象这个 他的工作是怎么样的 我是觉得挺累的 真的 OK今天呢 我就是随便跟大家聊一聊 因为演员这个行业 可能对于普通大众来说 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以后呢 我也可能会给大家拍摄一些 在拍摄现场啊 或者是剧组里面好玩的事情 OK 这一期就这样了 我们下一期再见